藝術貨櫃一個個就定位 就從元旦這一天開始 一連三天 大家和平公園 變身成為設計公園 要讓大家開始學習 設計自己的lifestyle 設計並不是僅僅設計師的事 那我們每個人都 可以設計自己的生活 設計自己的未來 希望這個場域能夠提供 給大家一些刺激也好 或者是一些新的想法 包括台北市立美術館 台北當代藝術館 中山堂 光點台北 西門紅樓等等 透過貨櫃裝置 發揮各種設計創意 汇聚成獨特創新的 台北行動藝術館 另外還有黃紫礁的 藝術創作基地 以及五月天大型公仔 主題創作貨櫃等等 都將呈現 獨樹一格的主題特色 像是金馬獎的創意 那個頭套也在這裡 歡迎大家來帶著它 在我們做的背板前面 可以拍照 同時還有我旅遊的一些收藏品 藝術的收藏品 文創的收藏品 其實老實說 每個月我都很感動 史無前例 台北八大館所 一同匯聚設計創意能量 打造的行動藝術館 加上晨曦音樂會 一連三天的精彩演出 2016年 元旦連假三天 台北市府邀請民眾 一起來 在世界設計之都的 氛圍中環繞 感受不一樣的 藝文之旅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